不敢想象如果贾玲不在场 范澄澄该如何应对张宇健酸溜溜的内涵 2020年在综艺青春环游记 节目组安排嘉宾们在一起追忆青春 怀念20岁的自己 不按套路出牌的张宇健 突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说完羡慕范澄澄起点高的同时 还不忘对比自己早年跑龙套的心酸经历 他的这番话不仅代表着自己的想法 也是大多数人对范澄澄的偏见 毕竟在很多人心中 如果没有姐姐范九亿 就不会有人认识范澄澄 张宇健的这番话 对于21岁的范澄澄来说 就像刚长好的伤疤又被揭开一样疼 虽然张宇健全程没有提到 资源咖关系户这些敏感词 但是在场的嘉宾都知道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一向活泼搞怪的范澄澄 在听到这番话后 尴尬得不知所措 脸上的表情也若言可见地发生变化 范澄澄选秀出道四年 才接到一部网剧 反倒是张宇健大学刚毕业 就拿到了男主的戏份 同年还在火遍全网的敏院战争 争取到了出镜的机会 当内来讲 张宇健的资源根本没有 他所说的那么不堪 反而要比范澄澄顺利得多 尽管如此 范澄澄还是毫无还击之力 意识到不对劲的贾玲 突然站出来帮澄澄说话 贾玲在说这番话时 范澄澄一直在安静地看着她 因为她感觉到了 在所有人当中 只有贾玲能够理解她的不容易 范澄澄自出生以来 就被迫活在聚光灯下 外界不友好的质疑声 多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我因为都要比别人快 长大 然后要比我周围的人 多了更好才可以 最近两年毫不容易 靠自己的努力 得到大家的认可 就被张宇健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拉回痛苦回忆 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有多复杂 好像由贾玲挺身而出 站出来为她说话 这才让局面没有那么难堪 其实这也不是贾玲第一次 站出来维护范澄澄 在王牌对王牌的节目上 嘉宾们在玩接歌词游戏 范澄澄所在的组 因回答错误 需要接受淋雨惩罚 身旁的队友王浩 不停地转动雨伞 导致范澄澄 不仅淋了自己头上的雨 还被王浩雨伞上的水 浇了个彻底 看到如此狼狈的范澄澄 全场嘉宾都忍不住嘲笑 唯有贾玲注意到了她的窘迫 于是主动打去为她缓解尴尬 王浩 你保护史册也就算了 用不着这么对澄澄吧 澄澄除了你本身的雨 还要离你雨伞上的雨 平时贾玲和范澄澄的相处 就像亲姐弟一般 范澄澄玩游戏满头大汗时 贾玲就在身后为她默默扇扇子 当游戏失败 需要接受打手的惩罚时 贾玲也会挺身而出 替她接受惩罚 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 范澄澄为什么那么喜欢她灵警 因为贾玲处处维护着她 并且能够读懂她背后的心酸